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记忆给大家播讲 黄埔军校历史人物列传 我们接着来讲左权将军 那么左权将军在抗日战争中 有着杰出的表现 那么就从几个方面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 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全国上下 无论原来的政治派别 都能够暂时的把恩怨放到一边 以民族大义为重 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这才取得了艰苦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讲讲 左权将军在抗日军事统一战线 这方面的贡献 1936年5月18日 毛泽东领衔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颁发了西征命令 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 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 西方野战军下下左右两路军 后来又组成了中路军 那么西征的主要任务 是在于打破国军对陕干苏区根据地的围攻 消灭宁夏马洪斌马洪魁 进一步的扩大苏区 打通和苏联之间的国际路线 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 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的抗日武装 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 彭德怀随着左路军红衣军团出发 5月31日 时任红衣军团代军团长的左权 指挥部队首攻甘肃的环线曲子镇 曲子镇是国民党环线县政府所在地 高强 申豪 是通往宁夏的要爱 守军是马鸿斌 一个骑兵团的留守部队 以及陆京曲子镇的国军105旅旅长野成章 率领了两个连 这个野成章性格暴躁 打仗极为彪悍 人称野骡子 在马家军中颇有盛名 这场战斗打的是相当激烈 经过反复的冲杀和巷战 守敌大部分被歼灭 野成章受伤之后被俘 为了争取该军停止内战 共同抗日 彭德怀左权对野成章等人 给予了优待 教育之后释放 他们的这一役举 在当时西北马家军中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36年6月 广东实力派陈继堂 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中席等人 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 排出一己的政策 联名向全国发表了反蒋通电 组成了西南联军出兵湖南 宣布反蒋抗日 这就是两广事变 这引起了被迫在西北搅供的 东北军的共鸣 6月19日 左权致电给红衣军团 第40市长李天佑 政委黄克成 并报 腾德怀 在这封电报中 左权说 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 政治争取为原则 特别是目前两广出兵 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 更为重要 我前线与东北军接近部队 应耐心的恳切的向他喊话 并且多散发宣传品 左权的建议 与前线官兵的政治攻势 得到了彭德怀的充分肯定 但是 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祖国 趁着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时 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 攻占了西方野战军 控制的三叉 府城 马岭 向曲子镇推进 7月2日 彭德怀致电李天佑 黄鹤诚 电报中说 对东北军在原则上 不以知决战 多从政策上争取 但是何祖国 以为西方野战军软弱可欺 继续北范 这个时候左权 就向彭德怀建议 一打一拉 一拉一打 好说不行 就得逮说 也许好说加歹说 才能真正的影响东北军 彭德怀深以为然 就命令红衣军团第二师 游北向南 第四师游南向北 夹击何祖国的军队 结果一举歼灭了 何祖国部一个骑兵连 左权指示 对索福的东北军官兵 进行深入的抗日教育 全部归还武器 予以释放 临去的时候 背负官兵依依不舍 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 就不算是中国人 左权对于东北军 进行军事统一战线 工作取得的经验 迅速的全军得以推广 尔南军从上到下 对敌方开展的争取工作 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 号召停止内战 一日对外 交战的时候 向对方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被俘的敌军 经过教育之后 归还武器全部释放 在红军和东北军对垒的前线 两军渐渐的熟悉起来 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 到了晚上 抗日的歌声 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 此起彼伏 悲愤激昂 此后 双方官兵还在阵地上 开联欢会 建立了友邻关系 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西安事变发生之后 中共代表团赴西安谈判 杨武成为了表示 对中共的尊重 以及自己与中共合作的诚意 发电报给中国军委 要求中国共产党派一个军事专家 到西安 供上西安城防 及护卫中共代表团的事情 毛泽东经过再三的考虑 认为左权却最为合适 因为左权是黄埔一期的优秀学员 并且留俗五年 是一名正规的军人 国民党那边的很多将领 都很佩服他 左权的西安之行 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士 一睹了红军将领的风采和实力 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争了光 毛泽东为此十分的高兴 提到左权的时候 总是以我的湖南小老乡来相称 1937年8月 国共两党联手建立了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 国共两军也建立了 抗日军事统一战线 在讨论八路军 副参谋长人选的时候 毛泽东力排众议 一锤定音 就这样32岁的左权 进入到八路军 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 从这天起 一直到左权 装力牺牲 他都一直积极致力于 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工作 为全民族抗战 不遗余力的工作 1938年1月1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起草决定草案 其中涉及到 在革命统一战线中 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 关系问题 毛泽东精辟的总结指出 领导的阶级和政党 要实现自己 对于被领导的阶级 阶层 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 率领被领导者 也就是同盟者 向着共同的敌人 做坚决的斗争 并取得胜利 二 对被领导者 给予物质福利 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同时 对被领导者 给予政治教育 没有这两个条件 或两个条件缺一 都不能实现 真正的领导 当时 在进行 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实践中 左权也朴素的意识到 八路军 要影响和团结 有军抗战 首先要团结 有军 向着共同敌人 也就是日本侵略者 做坚决的斗争 并且取得胜利 1937年10月5日 日军越长城南下 猛攻郭县 进逼新口一县 新口是太原北大门 这让山西的土皇帝 当时第二战区的司令长官 严锡山很紧张 他急忙调兵潜将 以50个团 驻守新口中央阵地 由中央军的 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魏力皇 任新口前提总指挥 以十个团 这里包括巴鲁军 作为右翼 归朱德彭德怀指挥 实行侧击 左权当时向朱德建议 要想影响 严锡山积极抗日 只有帮助他 向着民族敌人日寇 做坚决的斗争 并取得实际的战务 朱德彭德怀是有同感 当日军在新口正面 遭到守军抗击之际 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 指挥巴鲁军频频出击 缓解了新口正面战场的压力 在整个新口战役中 巴鲁军一方面 以主力分布于进攻敌者 两翼和侧后 以最积极的动作 袭居敌人的远近后方 破坏日寇的交通运输 遮断日寇的阶级 与增援 同时又以一步 直接协同友军作战 在28天的战斗中 戴县 平行关 灵秋 广陵 卫县 至张家口的交通要线 完全被破坏 在平汉县方向活动的部队 陆续收复了 曲阳 唐县 平山 丸县 行唐 满城 进逼宝定附近 在燕北活动的部队 则不断的袭击燕门关 以及通往大同的大陆 这个截断了日寇的联络 是新口的战场之敌 处于孤军深入 孤立无援的状态 日寇的粮食弹药出现了断绝 计划部队因为缺乏汽油 而不能行动 最后被压迫的 不得不用飞机来输送寄养 10月24日 魏力皇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 敌的燕门关被截断 梁末 极感困难 八路军的抗认决心与实力 让国民党中央军的将领 未知侧目 新口会战 是抗认初期 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 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 国民党正面守军魏力皇 作战英勇 军长郝孟林 副师长刘家琪等 高级将领都在前线壮烈牺牲 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 在日军侧候的基地活动 截断他们的交通线 正面的国军 是很难坚守21天之久的 从左权所言 经过新口会战 重挫日军 国民党友军 对于八路军的景仰 也自然而然的增长起来 这对于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 坚持华北抗日军事统一战线 自然是一件大好事 1938年2月初 由于太原失守 华北正面战场 呈瓦解之势 延西山魏力皇 对于活动在 同埔路东的各抗日部队 已经无法顾及 所以进一步将分散在 这一地区的中央军 地方军和八路军129师 125师的344旅 以及山西决死队的第一第三纵队 化为第二战区的东陆军 请朱德彭德怀 分任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左权兼任东陆军参谋长 这个时候 徐州吃紧 同关告急 蒋迪士恐怕 华北日军南下 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 就命令东陆军所部 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 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 但是国民党将领从来就没有打过 没有后方的仗 对运动战 游击战 更加感到神秘莫测 迫切地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朱德彭德怀 左权 共同商定 为了鼓励和帮助友军 坚持山西抗战 于3月24日 在沁县以南的小东陵村 召开了东陆军将领会议 目的是 对被领导者 以政治教育 小东陵会议 是山西战场上 抗日军事统一战线 规模最大的一次 高级军事会议 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 为指导的一次会议 当天 国民党将军 李家驭 李莫银 曾万中 朱怀冰 武士敏 赵寿山 和八路军将领 刘伯成 徐爱东等 38人 从各地赶来开会 颜西山的代表 魏力皇的代表 甚至蒋介石的联络参谋 也都按时与会 在会上 彭德怀做了关于东陆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随后 左权就东陆军 兼职华北抗战的战术问题 和军事教育问题 做了系统发言 他有理有据地指出 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 能够不断地消耗敌人 分散敌人 不易建立为组织 使敌人困难与不安 游击队还能恢复已失的领土 维持政权 团聚民众扩大抗日力量 使正规军作战容易 有运动战与游击战 配合的阵地战 能使某些战略支点守备持久 并能消灭敌人 取得战斗或者战役上的胜利 针对某些将领 想要保存实力 不想接受巴洛金指挥的思想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企图避免敌人 偏于山地 以求得自己的存在 这完全是妄想 在过去的抗战中 在各个战线上 差不多都有欠缺服从统一指挥 与协同动作的弱点 以致众多数量的军队 不能同时发挥最大的威力 这是值得痛改的 运动战与游击战 同样应该有严密的组织 统一的指挥和协同动作 而不应该是各自为战 对于一些激烈抗日 但对敌乏术的有军将领 左权诚恳地表示 只要有坚决斗争的毅力 有广大民众的基础 有正确的政策 军队与民众有坚固的团结 虽然是在敌人的团团包围 与封锁之中 仍能生存发展 以致取得胜利 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 朱元泽 以及艺术的组织与指挥 对于每个负担着进行运动战 游击战的人 特别是指挥干部 都必须有清楚的了解 经过热烈的讨论 小东领会议 通过了彭德怀所做的 作战纲领报告 接受了左权 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 划定了各军师活动 和建立根据地的区域 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 会后应友军的要求 巴勒军总部 由左权主持为友军 举办了游击训练班 政治工作讲习班等等 朱德彭德怀左权 都亲自为训练班讲哨课程 有参加过小东领会议的 国民党将领感言 听了左权将军 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 心中豁然开朗 深受启发之余 更加坚定了 是与倭寇周权到底的信念 1938年4月 小东领会议刚刚结束 日寇由同浦 平汉 正泰三线 抽掉了兵力数万 分九路 大举围攻 近东南 东路军所部 按照既定的方针 以游击战 与运动战 相配合 在统一指挥下 共策共勉 一致奋起 整齐步伐 与敌人展开了 近东南的空前大战 在左权的协助下 朱德彭德怀 统一指挥东路军 经过20多天的血战 最后于4月15日 常乐村一战 将敌人九路围攻 完全粉碎 在将日军九路围攻 完全粉碎之后 八路军 并反攻南下 收复了长治 长子 陆城等线 当时 徐州会战 正在激烈进行 八路军 奉蒋介石的命令 东基东阳关 越平汉追击日扣 深入到河北战场新藏 开展了济南游击战争 据监济南的敌尾 破坏金浦沿线 创建了济南抗认根据地 配合了徐州会战 徐州失线之后 日军又向武汉进逼 保卫武汉 成为全国军民的 最重要任务 为了配合正面国军 保卫大武汉 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 统一指挥八路军 近西部队 数次齐西了分离公路 八路军近西北120师 大战平随县 北极随远大青山 进察纪边区 则发动了对平汉北段 数次大攻击 八路军的冀中 济南部队 则大举扫荡周围的 所有敌尾 发动了平汉县 金浦县之数次破路战 八路军山东部队 于八月间配合友军 攻击济南 并向交际沿线出击 交东由八路军领导下的 起义的民众武装 则粉碎了日寇 海陆空联合的大进攻 武汉虽然最终陷落 但是国共联手 还是消耗了大批的日军 1939年1月下旬 国民党五中五中全会 在重庆召开 会上通过了 要限制一党活动的决议 4月中旬 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了 防止一党活动办法的训令 军事反共 甚嚣沉上 在华北地区 时任国军第97军军长的朱怀兵 纠集了 继察战区副总司令 兼39集团军总司令 石有三等部 积极反攻 当时朱怀兵自视实力最强 不实的耀武扬威 石有三为人反复无常 与日本人暗中勾结 这就成为了 济南抗日的两大障碍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 左权等前线将领 新领神会 决定适时的反击 顽固派的摩擦活动 1940年2月21日 身在前线的左权 收到了朱德彭德怀 就如何消灭朱怀兵部 进行准备的电报 他立即与刘伯成 邓小平 进行了周密的安排 准备先打石有三 再打朱怀兵 3月初至4月初 左权协调指挥了 发起讨伐石有三的 魏东战役 共歼灭石有三部 6000多人 石有三率领残部 仓皇逃到 曹县定逃地区 同年12月4日 石有三因为通敌罪证确凿 被下属高树勋 奉命射击枪决 12月8日 彭德怀和左权 立即致电给 济南党政军 负负责人 宋敬琼 陈在道 杨永等人 建议加强对石部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 有打有拉 打拉结合 应多方写信给高树勋 以及石有三的部署联络 说明过去相互对立 唯一的原因 就是因为石有三和石有信的投降日寇 我军进行的逃逆战争 也只是讨伐这二人 现在既然石有三已经复法 我们当既往不咎 双方军事行动应该立即停止 恢复友好 八路军诚恳地愿意与他们团结抗日到底 组织抗日政府 发动民众抗日 一切措施都可以开成秉公商量办理 如果高树勋 要求我们配合消灭石有信 我应积极参加 但一时一刻都不应该忘记政治争取 苏仁球等人一级行事 团结了高树勋 维护了济南的抗日大局 1941年秋 高树勋在蒋介石的压迫下 有反共的迹象 这年11月13日 彭文怀左权联名 电视前线将领 以团结抗日相嘱咐 电报中说 对高树勋部在防御的姿态下 该部来进攻的时候 应该以坚决的打击 但打了以后 仍可与他讲一讲统一战线 让他提议各守原防 不要再进攻 总之在政治上孤立他 动摇他的下层 就在讨伐石有三的 魏东战役发起的第二天 左权又亲自指挥129师 和禁察级边区南下支队 打响了 瓷武摄林战役 取得了歼灭 诸怀兵部一万多人的重大胜利 诸怀兵只带了少数人员 侥幸逃脱 3月9日 左权奉命下令停止进攻 并且主动后撤 恢复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 为了搞好军事统一战线工作 左权指示 对俘虏和诸怀兵部军官的眷属 要加以优待 不久之后全部放回 在歼灭诸怀兵部 击退十六三部之后 国民党顽国派在华北 再也没有力量和八路军搞大规模的摩擦了 毛泽东对于左权运筹的反摩擦作战 非常满意 曾经幽默的说 这次给了老蒋一下左权 再闹就给他一下右权 1940年3月25日 在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抗高潮之后 毛泽东发出了党内指示 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 有项目摩擦者只应搜集其摩擦材料 臣报 切记轻易的戴大帽子 并应该使干部明白 所谓国共合作 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 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 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 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摩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 各方即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 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付指导计划之责 对此左权深以为然 并在工作中坚决执行 1941年5月间 日军发动了中条山战役 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 中条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区 沦于日军之首 当时国民党军第93军南逃 其地实施部队损失严重 投敌者不少 上有六七百人退回到太岳区 请求八路军指挥 当时政治国民党由防共 宪共 容共 到队 新四军同事操戈不久 但是彭德怀左权并没有对国军的溃败落井下石 而是尽力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 6月6日彭左联名请示中央军委 拟以第93军参谋长白天名义 出面组织外围军 整编刘勘临走时留下的补充团 第10师残部 以及活动在中条山太岳山的国民党军溃兵 成立中央军联合纵队 彭左设想 中央军联合纵队可以建设广东石之国民革命军 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 建立政治工作 不完全取消心想制 但要做到自动逐渐减少 我们认为如此外围军成功 将来在政治上收获必大 6月11日彭左又联名致电给中央军委建议 蒋日矛盾仍是主要的矛盾 目前我们应拉奖抗战 不要给蒋过多威胁 给予反共的口实 另方面保持与魏力皇交好关系甚为重要 如果放手向中条山发展 给魏的威胁极大 必会影响现有关系 对中央军残留各部队 希望多以联络 把关系弄好给予可能的帮助 在其要求或同意下 可帮助开办干部训练班 互相联欢 互相参观 融洽感情 动员群众慰劳等等 以争取 该部队在我影响下逐渐改造与进步 成为一支外围军 这是很有意义的 在电文中 他们还附上了一份中央军委华北分会 关于组织中央军联合纵队的决定 供中央军委参考 由于各种考虑 中央军联合纵队最终没有成立 但是左权和彭德怀 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 永存实测 对于复议中的中央军联合纵队骨干力量 刘刊部补充团 左权和彭德怀非常重视与之搞好关系 1941年7月18日 他们联名致电陈庚 薄一薄等人 专门指出对唐团基本政策 唐团就是指的骨干力量刘刊部补充团 因为他的团长姓唐 在这个基本政策中 左权和彭德怀提到 要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尊重中央军的形势 要帮助他们巩固和扩大 要帮助他们举办训练班 培养政治工作人员 相互之间增加交流 介绍政治工作与游击战争的经验 开联欢会等 陈庚伯一波等人照此办理 很好地团结了这支国军部队 由于考虑到保持与魏力皇 缴好的关系甚为重要 如果放手对中条山发展 对魏的威胁极大 会影响现有关系 所以在1941年6月 彭德怀和左权 通过八路军 驻洛阳办事处长袁小轩 以其私人名义 向魏力皇建议 大意共同发展中条山 联合建立根基地 直接保卫同关洛阳 如能把封锁黄河之敌击退 中条军再度恢复中条山时 八路军仍可撤置高平 取卧公路以北线 如允许八路军 协同坚持中条山的时候 自当遵命 这一建议 基本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也体现了中共中央和中共军队 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一个诚意 1941年元旦 左权收到了毛泽东 于1940年12月31日 致过中央局八路军 新四军各首长的电报 部署全国各地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 制造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其中特别强调 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 是不愿意的 多数干部是被迫的 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 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 不但要注意打击 还要注意争取 注意统一战线工作 注意灵活的运用策略 左权认真地领会了指示精神 并在实践中积极地贯彻落实 1941年7月22日 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 其子修部 与日军激战两次 7月26日 八路军第二纵队 教导第三旅等部 与其子修部发生了冲突 为了顾全抗认大局 彭德怀和左权 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 立即致电第二纵队司令员 杨德志 苏振华等 我不攻击其子修部 这将减少其日矛盾 便于日寇争取其子修与我对立 所以应立即改变策略 其子修抗日 我应派人联络 商得其同意 派人协助作战 其日间的一切矛盾 哪怕是很小的矛盾 均应利用之 经过派人沟通 其子修与八路军第二纵队 在合作抗日上 达成了共识 对于老奸巨华的 山西土皇帝严锡山 彭德怀左权 也主张要搞好军事统战工作 1942年3月 传闻日军将进攻 山西的湘宁集县 左权判断 估计敌人除了在政治上 给予压迫以外 并以军事威胁 进攻湘宁集县 断严锡山后方联络线 以及与蒋介石的关系 当时严锡山要求八路军相助 但很多八路军指战员 表示不理解 希望趁机解决严锡山部 对此 彭德怀左权一致认为 在上述情况下 我对严之方针 应积极从事争取 对严之军事行动 应立即停止 即使敌攻 湘宁 极限是假 以历史停止 对严之军事行动 否则将造成 严重之政治上的损失 为了民族大义 他们建议中央军委 陈庚 薄一波 应计分别对 禁随军说明 敌攻 湘宁 极限 是要拒歼 禁随军之计 我们将恳切地帮助 禁随军 特建议 如敌 向炎 继续压迫 我们欢迎炎 转移至 近西北 及太阅 太行区 均衡 不过呢 严锡山 背信弃义 一闯过气来 就派手下的梁培黄 率领第六十一军 进攻八路军太阅根基地 遭到八路军 坚决反击 但是为了抗战大业 彭德怀和左权 都认为必须防止 第六十一军 被日军策反 敌人对太阅之摩擦战的阴谋 就是利用我们部分 打击六十一军之后 在积极配合六十一军作战 以达到六十一军 公开叛变 为了联合第六十一军 合作抗战 他们建议邓小平等人 并报毛泽东朱德 在电报中称 我们应忠于统一战线 及避免敌人所致 为此妄计停止进攻 并迅速地开展统战工作 以求得和平化戒 更需严防 敌人配合六十一军出击 由于措施得力 第六十一军 留在了抗日阵营 没有公开投敌 同时 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 彭德怀左权一致认为 应该大力地宣传 1941年秋 国民党军主动进攻 驻守宜昌的日军 同时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 取得胜利 10月15日 彭德怀左权 联名致电八路军 新四军主要将领 贺龙 观想英 宁容真 刘伯成 邓小平 陈毅 刘少奇 龙如环 肖克 吕正操 程子华等人 在电报中 他们说 对湘北胜利 即攻宜昌之胜利 各兵团应利用一切时机与方法 向敌战区的人民 及伪组织 伪军等 扩大宣传 以争取伪军 伪组织之动摇 开展敌战区 及敌尾军中的我的工作 华中战局有扩大的可能 我各兵团应严密的注意敌军动态 同时应即开始准备 以适当的时机 以破路翻车 节敌交通 扩大我军行动影响 以游击姿态 配合华中友军的作战 左权和彭德怀 用他们的实际行动 展现了他们要维护 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两苦用心 那我们在讲完左权将军 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贡献之后 那么下一集呢 就给大家讲讲 左权将军对于八路军 军事建设上的重要贡献